前段时间有网友询问怎么修改猫棒的LCT口的VLAN LCT口就是我们访问猫棒后台的那个接口 比如说他想改成VLAN5 然后我告诉他是不用修改直接新建一个接口 但是他新建了接口之后没有成功 他说VLAN5没办法通信 所以我感到很奇怪 所以今天做个教程来给大家做个分享 首先我们看一下猫棒的后台 网络接口这里 默认通过LCT口访问猫棒的后台 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1.10 这个IP地址在这里可以修改 但是在这里修改IP地址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改完了之后 过一段时间如果忘记了 那么你的后台就进不去了 所以我们通过新建接口的方式来实践它的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IP来访问 我想新建一个IP或者新建一个VLAN 同样能打开后台 并且保留原有的访问方式 那么我们点下面的新建接口 那个网友想通过LCT5来访问 所以我这边就通过LCT5来做个标记 这个名称随便显 我建议大家后面的数字方便识别 然后下面选择新建接口 再输入LCT0.5 就是它说的LCT0.5 新建接口 但是它没有成功 我们看一下能否成功 点击提交 IP地址怎么写呢 IP地址 我建议是与VLAN同网段的 就是你VLAN是5 我建议你也写5 不要写1 写1会与原有的LCT同网段 可能会冲突 所以选择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防火墙 选择LAN 然后点击保存应用 这个是原有的LCT 下面是我们新建的LCT 目前原有的LCT还是可以通的 然后我们新建的LCT是不通的 是连不上的 现在我修改网卡的VLAN 修改VLAN为5 还不行吗 难道真被这位网友说中了 访问不了 我们改一下IP网段 可以拼通了 我们看一下后台 现在拼通了 我们看一下后台 后台稍微慢一点 这也太慢了 很奇怪还是打不开后台 试一下LCT0.2 看看0.2可不可以 VLAN设置为2 还是一样能拼通 但是打不开这个IP 有可能是部分网卡的问题 我换个网卡试试看 我现在换到这个千兆网卡了 目前1.10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再试试VLAN2 这个可以 没问题 说明是我那张网卡的问题 现在通过5.10 就是 就这个接口 LCT5 这个接口 VLAN2是可以的 我把它改成VLAN5 再试一下 可能真的是网卡的问题 LCT0.5 好 现在VLAN已经改成5了 等一会儿PIN马上就断了 这个页面应该刷不了 现在已经变成5了 9.10 然后我现在再把网卡的VLAN改成5 VLAN改成5之后也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再刷新看看 已经刷出来了 不用刷新了 没问题 所以经过实践验证 LCT5 0.5 就是开启 后台的VLAN5 访问也是没问题的 只是对于电脑的网卡 或者对于你设备的网卡的兼容性 有一定的要求 我这两单网卡的型号 一个是瑞宇的 瑞宇的千兆网卡 看不到情况 另外一张也是瑞宇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兼容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这一张是8125B 是8125B 这一张改VLAN之后 改VLAN5 虽然能拼动 但是打不开后台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这个千兆的是没问题的 所以今天 网友所说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 如果你打不开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你网卡的问题 或者是你其他设备的问题 今天的一个小的分享 主要是通过新建接口 来增加猫棒后台的访问途径 新建接口的优势是 避免你改动老接口 导致后台无法打开的问题 新建接口要注意 就是VLAN一定要加 不能像原接口一样没有VLAN 第二就是IP地址断 不要与原IP地址断相冲突 否则会影响 原LCD接口的连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 可以留言反馈 普遍性的问题 我会单独做视频来分享 谢谢大家